的那个函数today 有today跟no 然后另外的话计算两边把它相减就OK了 另外还有dadif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因为日期格式比较特殊 就是因为它里面虽然是一个资料 可是里面却有 一二三四个东西 哪四个东西 年月日跟周期 特别之处 那也就一个储存格里面记录了四个东西 那你如果需要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把它分开来 有时候要把它合在一起 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 有没有 所以呢 比如说以这一个例子 我希望把这四个资料分开来 OK要怎么分 那分开来之后 可不可以再合并回来 可以 OK 所以有的常常见 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你很多人不了解 那个日期格式或者时间格式 没办法分开来 你如果没有把它分开来 就没有办法分别去处理年月日 还有周期的相关资料 比如说你要计算的话 你就没办法计 所以怎么把它拆开来 那这样一般 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假设要把年取出来的话 不明实义嘛 你可以用什么 义额 义额的话呢 按确定 你给它一个日期 这个义额意思就是说 你给我一个完整的日期 我把里面的年给取出来 OK按确定 2019 不过特别主要 它过来的话变20 因为它这样格式是108 可是实际上里面还是2019 OK 它并不会因为你108就变100 不会 它只是格式上 那月的话怎么做 顾名实义嘛 插入什么呢 插入那个什么 month 有没有 有那个year就有month 然后把年 这个日 完整日给它 四月 有没有 拆过来 然后日的话呢 我这边就有一个day 有没有 所以就再给日期 OK 有没有 year month day 那这个呢 插入函数 周的话有没有weekday 顾名实义嘛 week weekday 有没有 有 在这里按确定 然后你就把这个给它 按个确定 但是会有个问题 奇怪 后来怎么变这样 实际上呢 它应该里面 正确的应该 是什么呢 通用格式 是 可是你想说是 是是周期 特别是 对 因为 这个数字 我讲过 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他们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我们可能会认为是星期一 可是他们会认为星期天 那也就是是的话 星期天 第一天 第二天就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所以是的话是星期三 但你将来如果看到这样 不OK 所以怎么办 按右键 就是再给它一个格式 然后呢 你可以用日期里面 西历里面的星期期或周期 就是再格式化一下 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 year month day 跟weekday OK 把它什么分开来 所以这个是完整日期 分开来 合什么合 合并的话 最后你可以在旁边再加一个合 合用哪一个 用date 来 date怎么合 year给他 month给他 date给他 这个不用 按确定 他又恢复了 有没有 只是没有格式而已 所以特别是待会可以练习 请你在这个的旁边 再增加一个年 月日 这个是把它分割开来 然后把它合并回来 OK 但是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把它当文字看待 特别是 可不可以把它当文字 可以啊 那文字怎么看待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刚好把108年给取出来的话 那第一个 特别注意你不能说 像之前我们用什么 插入函数 然后如果你把它当文字看待的话 那前面三个字 前面三个字 我怎么用laps 有没有laps 前面这个东西 里面的三个字 会变成 看起来好像108 可是过来的话变435 为什么 我前面有讲过有没有 你需要靠一个函数 哪一个函数还记得吧 test 但是那个test 怎么样 可以把你现在所看到的 变成真正的文字 有没有印象 有吧 我们前面有讲过 test函数很重要 如果你工作上不会用test 那这个就会是大麻烦的 如果你要真的拿到108的话 记得哦 你的方法 一 先把这个格式按右键 出这个格式 先记得什么 记得它制定里面的这些东西 不管是什么 先复制起来就对了 就是方法 这个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请你在黏这边 再插入一个什么 文字函数 把那个test找到 所以先复制它制定里面的东西 再插入那个test 然后呢 formate test 记得先打两个双 把刚刚的东西贴到这边就对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看到的东西 请你真的帮我转换成文字吧 那他会问你value在哪里 value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他帮你过来的 就会是一个文字哦 这个是日期 但是现在这个边看到的就是文字 所以如果说你要切割它的话 就可以什么 直接把这个公式剪下 如果它前三个字的话 你再利用刚刚讲的那个laps laps 然后把文字贴上就好了 其实就是在贴哦 OK应该可以懂哦 这个还蛮好用的哦 因为很多人真的 常常问我问题哦 我发现他都是不懂test 他说老师 他说为什么我看到东西我要拿到 可是我都拿不到 回来东西都不是我要的 我说你请你把那个test先熟悉 你就会了 怎么做 就刚刚讲步骤 那个步骤 state1 先看制定里面的公式 贴到formattest里面 再给 再来的话你就三个字 108 有没有看到 按确定 哎 到了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 如果要04的话 那就算吧 1234 第五个字 所以插入 那你用 这个时候就不能用那个laps 你可能用mid 一样把字贴上 从第五个字 抓两个字 哎 04就OK了 那这边的话呢 我把这个公式再负试 然后 这边直接贴上 因为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把5 改成 5 6 7 8 第八个字 取两个字 把它打个勾 10就过来了 那这边的话呢 周琪的话 其实也是用mid的啦 然后就是第八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一 打个勾 这样就有了 但是取过来的部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都靠左对琴 有没有发现 这边都靠右对琴 为什么 因为 上面的是数字 下面的是文字 OK 两个不一样 所以 你可能要针对 你实际上 需求 如果是需要数字 你用上面的 是需要用文字的 你用下面的 这个可能要 就是 针对不同的状况 去用不同的方法 所以这边我们有两招 这两招请各位要务必熟悉 我再把重点维护一下 一 要取这个 就是用什么 year month day 跟weekday 然后这边格式化 把它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date OK 如果把它当文字看的话 你可以用test 先按右键 出存和格式 看这个里面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复制起来就对了 贴到它的formattest里面 记得 那个formattest 前后先加双 贴过来 然后再抓资料 再去做切割 这样子 就打工 下面是文字 上面是数字 OK 画面先放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如果懂这个 我想 以后你再也应该 不会 取不到 就是找不到你要的 那个日期 里面的资料了 你要怎么分 就可以分得出来 那如果你要合的话 也合 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特别注意 year,month,day 跟weekday 是把日期 给分割的函数 那如果你要把它合在一起 就是用date函数 这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那你很多事情 就会是大麻烦的 然后如果把它当文字的话 看到要把它分别切割 你要的东西 就是用test 所以这个test函数 假如不熟的话 我之前有推荐 各位可以去看一本那个 就是468招 里面光test函数 我印象中 它的范例 好像就几十个 不过其实它也 都是从我刚刚讲的 这个衍生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懂的 我刚刚讲的部分 大概工作上 就已经算是可以解决 大部分的问题 而且这招还蛮管用的 也就是你以后看到 但是切割奇怪 就是切割不到你要的东西 你用test 绝对没问题 试一下 好